项目编号 SCP-990梦醒视照者 项目等级 CAPTER 课书收容措施 现实还未发现可以收容SCP-990的措施 任何工作人员如有有关收容SCP-990的建议应向博士报告 无论是谁提出任何建议都欢迎 描述 SCP-990是一个身穿冷战时期西装的男子 在基金会人员的梦中出现 至今为止未有人员在现实中遇见过SCP-990 如果他真是个人类的话 那要我们还没发现他 目前还未有任何报告显示SCP-990出现在非基金会人员的梦中 从资料删除起SCP-990就出现在人员的梦中 几名特工在讨论各自都梦见过类似的人物时发现了SCP-990的存在 其后大量特工报告梦见符合SCP-990特征的人物 此现象在发生事件9907之后正式列入SCP 事件日至9907 特工并没有在指定时间报道 他被发现在自己的宿舍内睡觉 该特工已沉睡约18个小时 而一连串唤醒他的尝试都失败 随后被送到医疗舱 沉睡超过40小时后 该特工苏醒并且情绪极度激动 据报告指他在设施乱跑并大叫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 即使在注射大量镇定剂后 该特工的身体机能依然处于危险的加速状态 例如心跳加快、血压上升等 该特工描述了一个跟SCP-990基本特征相符的男人出现在梦中 根据博士的报告指 该探员详细描述一连串事件导致几支战术核弹向欧洲中部及东亚发射 最终灭绝近98%的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彻底崩溃 该特工声称以上资讯是SCP-990在他被困于梦中时对他详述的 机动特检队被派去消除导致连串事件的根源 最终MPF完成任务避免危机发生 而特工却未能撑下去因休克致死 事件9907后 SCP-990在很多基金会人员的梦中出现并带来类似的预兆 目前为止在未没有类似事件9907的情况发生 不过SCP-990预测及博士的死亡确实无误 此外还有观察战EPSILON38的毁灭以及资料删除 任何SCP-990带来的预兆不论其严重性都应当向基金会报告 如果SCP-990在其梦中出现的话 基金会人员是可以自由与他交谈 并鼓励他们向SCP-990套取有关他的资讯 此外博士曾表示任何人能够正视SCP-990真的存在于世上的话将得到丰厚报酬 文件9902以下记录了博士与SCP-990的访谈 虽然博士是在醒了以后才开始记录 但其记忆力向来都是以准确及可靠建称 说出你的名字 你这是跟我做访问吗 是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乐意 那要请说出你的名字 Tony这个名怎样 Tony 你叫Tony 我相信一个人有权决定别人该怎称呼他 那要好吧 就Tony 好吧 我改变主意了 Richard怎样 我喜欢啊 那就Richard 下一个问题 为何你要用凶兆恐吓基金会的人员 恐吓 谁在恐吓 你预言了一堆不幸的事件 有跟基金会有关的也有跟世界末日有关的 那有谁因此真的受伤了 你谋杀了特工 长时间沉默后博士 我相信你对我有误解 解释一下 我不是坏人 我不知道还有坏人存在里 哦 是有啦 谁 另一段长时间沉默SCP 没有这编号的SCP 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 哦 当然不是 他还未出事 你们基金会的知道的还太少 这算是预言吗 你的闹钟响了 此时博士被他的闹钟吵醒 之后开始抄露以上对话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990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